阿弥陀佛是汉语的念法 请问外国人修净土法文应如何念 念阿弥陀佛的英语吗 这个事情可以不必操心 外国人有外国人的念法 固有英语 固有英语 大概大致上这个英识差不多的 最重要的是心 心跟阿弥陀佛的心相同 愿跟阿弥陀佛的愿相同 心跟阿弥陀佛的心相同 那这个心愿心在哪里呢 无量寿经上所讲的就是 所以经不可以不读 常常读经的时候 把经里面重要的东西记住 要落实 把它变成自己的思想行为 我们才能跟佛相应 所以一念相应的一念佛 念念相应的一念佛 那我们看到喜欢的东西 心里就起来贪念了 你想到阿弥陀佛贪不贪 他说我们贪 阿弥陀佛不贪 我跟他不相应了 这就不是念佛了 而遇到些不如意的事情 我们心里不高兴 发脾气了 阿弥陀佛会不会会发脾气 这叫真念佛了 这个《华严经》最近都讲这些道理 真心 真心就是佛心 我们的真心 跟阿弥陀佛 跟一切祝福如来 是一个心 没有两样 清金极灭了 一尘不然 息怒哀落都是烦恼 真心里都没有 那个妄想分别 执着里头有 从妄想起分别 从分别起执着 所以执着分别的根是妄想 你记住妄是假的 不是真的 所以这个分别也不是真的 执着也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你把它当真 它就起了作用 这个作用是 作用产生了障碍 我们永远不能回归自信 不能回归自信 那就是随夜流转 夜是什么呢 就是妄想分别之 随着流转 这个流转就是舍法界 如果 如果堕落在分别执着里面 那就变成六道轮回 四圣法界里面 没有执着 分别很淡薄 这个要紧 所以修行 真正的练功在哪里 就是人事环境 人事环境比物质环境 这个还要来到殊胜 用人与人之间 这个行为 不卸调的时候 躲 你在这个地方 你能够修忍入波罗 修持戒波罗 不实施方向 六度万恨 在人事上修 是最殊胜 也是最快速 于是不能相处的人 又要跟他相处 成就自己的 六波罗的眼 这个不能相处了 掉头而去了 这就是自己 不愿意再提升自己 不愿意再磨练自己 那怎么能成功 所以越是不好处的境界 那就是 你有这么一个好机会 你能快速成就 顺境修行难了 逆境修行容易 所以但是一般人 都会把逆境舍掉 那就是他不想修 那就没有法子了 真正是一个懂得修行的人 不在环境上 完全在环境上 磨炼自己的心智 要把自己烦恼吸气 磨干净 无论什么人 都是好人 人人是好人 这个我相信 你们都会承认 我说 一切种子本来是佛 佛不是好人吗 人人是好人 就是人人都是佛 这个要知道 他有佛心 什么叫佛心 佛心 你眼能见 你耳能听 你鼻能嗅 血能长 亦能知 这个见闻觉知 就是佛心 哪个人没有用 有我多有我 虽是真佛 不是假佛 只是他见闻觉知 用错了 他没有用的对 这个对 就是随顺 发心 错了 违背发心 那我们这几天正好 讲到这个 花言这一段里面 讲到十善 讲到十善 我特别 把什么叫善 什么叫佛 详细的 跟大家来说明 如果善跟佛 都分不开 都不知道 那就没法子了 把佛当作善 这个卧人 天天找你麻烦 天天在毁谤你 天天在陷害你 那是善 我能不能 受得了 我能不能 在这个境界里头 不起怨恨心 就在这练 要不然你这个人 人如波罗蜜 从哪练成功的 就在这练成功 你看看 人如先人 那是释迦牟尼佛 在菩萨的时候 被隔离王 各界身体 这是最大的痛苦 他要你的命 他要你的命 不是说一刀把你杀死 他用小刀肉 一片一片割 千刀万挂 这样把你处死 菩萨一丝毫 愿恨没有 而且还法愿 我将来成佛 第一个痛苦 为什么呢 感恩 不是经过这样的考验 你怎么晓得 你忍如波罗蜜到家了 圆满了 这一般人说不了话 一般人都是 可恨极了 菩萨就可爱极了 哎呀 我幸亏他才成就 没有他 我怎么会成就 我怎么知道 自己有多少功夫 这个一定要懂 很不容易 但是真修懂得 你只要通过的时候 那真是法习充满 菩提道上 就大大的提升了 叶达摩